要不说来就是调试这架机器上吗 现在我们来调试一下这台设备已经装好了 首先把电源打开 打开之后你看到机器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时候是你那个急停按键没有打开 把急停打开 好 这时候可以看到这里压力在慢慢上升 总之这台设备的车炮压力也在慢慢上升 当到达一定压力的时候它就会自动 通压器停止工作 我们再来看一下参数这一款 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几个参数我们一一讲解一下 但是大部分参数都不需要调节的 这个是模式一跟模式二的一个切换 当变蓝变蓝的时候变蓝的时候变蓝的时候是模式二 黄的时候是模式二 黄的时候对 就是模式一 模式一 然后这个是温度的开光 这是压核板温度的开光 你可以选择开也可以选择光 现在这里是设定的温度 就是压核板设定的温度 我们可以把它设到40 也可以设到39 这个都是我们自己的 后面是显示它现在实测的温度 实际测试到温度 压核延时的话 就是说抽完真空后 一边下压一边延时多少秒 停止真空泵 这边最主要要调的是压核时间 压核时间就是压下去的时候 压头停止的时间长 单位是秒 下面是偷炮机的设定的温度 这是它显示的当前温度 这个也是可以开可以关的 现在然后我们可以再打开这个门看一下 现在这里就是 这个门是必须关死的 这个门必须关死 然后这个是现在是那个托炮的压力 如果我们想打开这个托炮机的门 记得一定要按这个按钮 按这个按钮亮的时候 然后再等到气压为0的时候 我们再打开这个门 不然是不允许打开的 现在压力为0 门可以打开了 这个时候打开的很轻松 隧道一定要压力为0 隧道一定要压力为0 好 这个就是 再把它关上 再按一下这个 再按一下这个 你又可以看一到它那个压力正在慢慢上涨 好 我们再返回来 哎呀 整个机器就可以开始试运性了 这个是贴合参用器 这个表是那个真空枪的那个真空度的显示 这个是当机器你想要自动运行的时候 按这个键就可以了 这个是下压 也就是说 这个很少用到 基本上是我们 自己在出厂设置的时候 才会用得到 可以看到 好 其实现在暂时介绍到这里 好 抽变 好 谢谢 好 谢谢 隧道 好 大声 我就好 好 这点 好 好 谢谢大家